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不太可能在我们这一个精致小巧的课里面把它讲完 因此我们这一次的重点会放在1到40回 那在这一面呢我会区分为红楼大事件跟红楼小细节 换言之也就是大观跟围观这两个部分来跟各位同学讲述 那在前18讲的部分里面呢 我们大部分会集中在红楼的里面1到40回里面比较重要的事件 那后面一半呢就会来讲里面一些有意思的读红楼梦 我们应该要留意到的一些细节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第一次的课程当中呢 要来跟各位谈的就是 我们知道红楼梦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石头记 那么它要讲到讲到宝玉到凡间去 它其实前面有一个神话的前提 那么它就跟一块石头有关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说 女娲在当时炼石补天这个是很多人知道的神话故事 那红楼梦它就借用了这个神话 它说呢这个女娲补天石头大部分都用完了 只有剩下最后一颗没有用 那么这颗没有用的石头呢 它被造出来要补天 它已经有了灵性 那有灵性有了思想有了感觉 但是它现在却没有用处啊 因此呢它就掉落在这个青梗峰下 青梗峰其实就是情根 情的根本 它的这个谐音啊 所以这颗石头它现在在这个情根底下 它又有了灵性有了感觉 没有被用 它其实难免就是会有一点万谈啊 有一点就是觉得说 哎呀怎么这样 我也都已经被造出来了 所以它多么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些其他的用处 那有一天呢 它就听到这个 有这个道士啊 和尚等等之类的人经过的时候 讲到这个红尘的人间乐事 它听了其实有一点羡慕啊 它心里就想如果 我也可以到人间去看一看的话 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一种感觉 因此呢它就非常希望这两位和尚 倒是能够把它带到凡间去啊 因此我们知道这一个石头它怎么了呢 它就是司凡 司凡这个词汇我们常在神话故事 民间故事里面听到 照理说在天上的神仙 它应该已经不会想念凡间的东西啊 但是事实上像这块石头 它根本不知道凡间是怎么一回事 那你与其在勤梗风下就是非常无聊 你不如到人间来去看一看这样 好那这个是它的神话设定的第一个部分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这个红尔梦的第一回又讲了 它说呢在这个天上有一个赤霞宫里面 有一位神鹰侍者 那这个鹰是邪玉旁的鹰 我们知道跟玉有关系啊 那这位神鹰侍者呢 它就是有一天看到这个 天上有一颗植物 就是那个酱猪草 然后觉得它非常可爱啊 那就每天帮它浇水这样 那浇水就浇了几百年 浇了一千年 这个酱猪草就长大了 长大之后慢慢就修炼成 一个女孩子的样子啊 那因为这个神鹰侍者 它也想到人间去 那这个酱猪草知道之后 它就觉得说 那这个神鹰侍者天天帮我灌溉 它对我有恩情 我要怎么样可以报答它呢 那不如我也下凡去 只要我把它灌溉给我的水 我用眼泪的形式还给它的话 那么这一段恩情 也就有所报偿了这样子 那其实大家就可以想 在人间的世界里面 你什么样子的情感 需要用眼泪来偿还 需要用眼泪来偿还的情感 又是何等的深刻 因此呢我想各位 听到这个地方 其实大概大家都可以稍微猜测到 神鹰侍者它到了凡间变成谁 而酱猪草到了凡间又变成谁啊 那这时候我们就想说 那这一段神话跟前面那块石头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神鹰侍者它到凡间去之后 它事实上就是投生在贾家 那这个它变成一个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呢 它的嘴巴里面就含了一块玉 因此我们知道神鹰侍者它下凡 它变成了贾宝玉 然后呢那一块丸池就是变成贾宝玉为什么会叫贾宝玉 因为它出生的时候是有一块玉的 那我们知道在古人其实小孩出生嘴巴里面有一块玉 我们现在可能就会觉得是中邪 还是所被外星人附身之类的事情这样子 但在古代人它会觉得是这个祥瑞的征兆这样子 所以他们是很宝爱这个孩子 那就用这一块玉来帮它取名字 那么这个酱猪草到的凡间变成谁呢 在红楼梦里面谁是整天眼泪流个不停的人 我想各位也已经想到了 它其实就是变成林黛玉 因此呢这个红楼梦它前面有一个比较大的神话的设定 它的前几回也就是专门在讲这一件事情这样 那么我们在清除了这个过程当中之后呢 我们就比较可以知道 原来贾宝玉跟林黛玉之间 他们是有一个前世的溯源 所以他们之间的感情不是到这一辈子才开始的 他们其实在上一世就已经结下了某一些 我们现在叫做孽缘的那种东西 我们叫做宿命 叫做孽缘的这个东西 所以他们的感情是比较深厚的 好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了几个主要主角的来源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问 那红楼梦这么长这么大的一部小说 它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名字 红楼跟梦这样的组合 红楼它往往指的是富贵人家里面的那一种 很富丽堂皇的这种乌语 所以我们知道它可能象征的是那种比较富贵的 比较舒适的比较丰富的那种生活 可是这么棒的一种生活 它接下来它接一个字叫做梦 所以你前面不管经历过再怎么美好的事情呢 它最后可能是到头一梦 这个我们闽南语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这个找吃等死 它意思就是说那人的一生怎么一回事 你不就是在找吃的东西跟等待死亡吗 可是这当然是一个很负面的理解人生的方式 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我们活着 就是为了活着或活着是为了死 看你的这个人生观是属于哪一种这样子 那么在红楼梦里面呢 它的人生观它事实上是比较悲剧的 这可能很多同学都知道 就是说它跟以前的古典小说不一样 就是它没有大团圆的结局 它是比较悲剧性的 那么你在这个你人生会拥有的这些美好的东西 它一定会消逝 它可能是因为老去所以消逝 因为这个摔腿所以消逝 因为你个人会死亡所以消逝 那么在这些美好的东西 必将会消逝的前提底下 我们要对我们的人生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我要怎么样对待这些一定会消逝的 现在我手中的这些美好的东西呢 这其实也是红楼梦里面 它想要去表现 想要去辩证 想要去传达给读者的一个蛮重要的东西 也因此我们在读红楼梦的时候 很多人会读到不同的东西 有些人呢会觉得自己读到的就是很激烈三角恋爱之类的 有些人觉得他读到了父子关系 有些人他觉得他读到了这个家庭或宫廷里面的斗争 那也有一些人他觉得他在里面看到了很深刻的人生哲学 那在这几种解释里面没有哪一种是错的 因为红楼梦这个小说确实包罗万象 这些东西事实上我们在里面都可以找得到 而作为红楼梦的读者最幸运的是 事实上我们不太可能只接受哲学 不接受到他的家庭斗争 事实上你是全部都会接受的 你会看到原来人的生命 生命跟生命的碰撞 然后生命的结合 或者就是说这个人间的各种组织的内部 他就是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 那么我们的生命会带给我们渴望 可是他也会带给你失望 而像贾宝玉林 带给他们这些主要的角色 事实上就是在这些渴望跟失望的中间 然后慢慢的就是 组织他们的生命的那种风景 这样子 好那最后呢 我想要提的一点就是说 红梦他在诋毁的地方呢 他其实就用了几个 比较悲观性的这个词汇 比如他说呢 这个人间的生活是 好事多磨 是美中不足 那这意思是什么 这其实是这个和尚道士 在石头下凡之前就告诉他的 他说你想到人间去吗 但是你要知道人间的生活 就是美中不足 你就是会乐极悲生 换言之确实有美的部分 确实有快乐的部分 可是快乐是会消逝的 美的东西它是会枯萎的 那你用美的东西 你要快乐的东西 你能不能承受 最后它消逝的时候 所带来的悲痛呢 你必须知道 人间的生活是这两者都有的 你前面的东西让你越快乐 后面那个部分就会让你越悲痛 你必须知道这是人生的真谛 所以红龙梦这个小说 它事实上并没有说一开始就给我们一个很美的前景 然后最后怎么大家都很惨 并不是这样 它第一回它就告诉你 它就告诉你人生是乐极 然后会有悲生 我前面会讲很多乐的部分 可是我后面就会开始讲 悲哀就藏在快乐之中 那这个也是我们读红龙梦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细细体会的地方 我们需要去细细体会的地方